團長你好 第一次見面對不對 你是我的粉絲 是 好 跟我們講一下你當初為什麼會成立這個 樓夫興趣小組 因為我們覺得台灣其實是一塊非常美麗的寶島 這塊寶島上面有非常多的文化的信仰 然後這個像例如說 汉民族信仰也有分 客家信仰或者是閩南信仰 或者像是我們一般的可能是 西方信仰或是伊斯坦信仰 但是台灣在地的 台灣的可能是原住民 也有原住所謂原住民自己的信仰 但是我覺得這個樓夫沒有一個團體 帶著大家來一起來體驗台灣這塊美麗寶島的文化 真的是非常的可惜 所以我們願意做這個發起的人 帶著大家來體驗台灣多元的文化信仰 所以民間信仰簡單來講就是 帶大家去認識所謂的道教佛教這些 不管是疑點或是一些文化嗎 這是我們的發起的目標的藍圖 包括非常的廣 我們可能不是只有一般的單純的民間信仰 我們希望帶大家去體驗 所以除了汉民族信仰 我們希望原住民信仰 西方信仰或是屬於我們的不同的來自的 外國的朋友 一起帶來的一些很多的文化的不同的體驗 都是我們希望大家去體驗的 就是台灣在地的民間信仰就對了 是我們用一個大家比較耳熟能詳的民間信仰 可能大家比較熟悉的字眼 我們來做一個帶引領的目標或是一個slogan 因為我們這個前陣子一直看他們常常在辦 所謂的大甲正南宮的幾天幾夜的這個 不管是陪著媽祖走這樣子 就會讓我誤以為所謂的民間信仰 是不是所謂的針對佛教道教這些疑點這樣子 沒有因為我們覺得大甲媽祖遭境是在台灣 在農曆三月的時候是非常多 不管是主流媒體或是非主流媒體 經常在信者報導的一個主題 所以我們覺得這個主題 大家都比較熟悉或者是比較知道這個過程是什麼 所以我們用大甲媽祖做了一個引領大家的一個入門專 就是大家的入門方式來先去稍微的體驗什麼叫做文化信仰 大家覺得有興趣之後呢 再帶大家去體驗更多的不同 例如說前一陣子今年也非常夯的白沙圖媽祖啦 或者是即將在今年的十月十月的東港英王祭 都是希望大家去體驗去這個過程 我們都是都有希望大家去體驗全台灣 這種非常多元的內容 所以這樣講等於你們並不會排斥任何的宗教 只要是跟民間信仰有關係的人 都想要帶著大家去認識就對了 是就是只要是信仰方面我們都希望帶著大家去認識 那你會對這方面有這樣的一個興趣 是跟你個人的學科有關係嗎 還是自己的一個興趣這樣 主要是自己的興趣 因為本身家裡附近 他民族最多就是廟 就是從小自己本身也喜歡看廟會活動 但是覺得看久了 就是還是只是看門道 我就覺得太多的內容太多的科醫的疑點 是覺得為什麼有這些 就是他應該有特別的故事或他有特別的內容在那邊 所以想要去研究去討論 然後去找比較熟悉這部分的科醫的一些 一些騎勞啊去討論這些故事的內容 然後去認識去瞭解 然後希望自己變成一個 不只是看熱鬧 我們也是想當成一個看門道的一個人 那你們這個男女同學的比例 有這個男生真的比較多嗎 還是女生也對這個有興趣 目前來參加體驗其實是一半一半 對就是但是每年其實還是有不一樣 不太一樣就今年可能 今年的真的就是剛好是一半一半 就是非常的幸運 對往年可能都是大家覺得 可能要因為要走比較長遠的路 就覺得可能男生的體力比較適合 所以過去男生的比例相對會比較高 但是今年發生女性的夥伴 來體驗的相對逐漸的也慢慢的開始變高了 所以這個個人去參加這個落鏡 以及跟著你們的這個團體這樣一起走 那種感覺是什麼樣的一個差別 其實感受的我們跟著羅浮明的現場 我們希望用我們的知識先告訴你 這段路程中你有哪些特別去可以 可觀的一些的內容在哪邊 但是這個過程中就是需要你自己去尋找 我們去把這個過程的精髓先告訴你 然後你去尋找去體驗其中的感受 對 就是跟你自己去體驗 就加入這個走這個路途中間的相剋的過程中 可能會不太一樣 走在路途中間你可能不知道要看些什麼 去了解些什麼 但是因為我們的有經驗之後 可以告訴你哪些是經典的東西 去體驗之後去得到其中的感受的感動 好那個後面我們看到有做一些海報 那我們請這個中人來幫我們介紹一下 來現在開始幫我們介紹 你們今天所呈現的一些海報內容 好的就是第一章就是 主要是用因為簡單的方式 告訴我們發起的初衷 因為覺得一開始告訴說 台灣這塊寶寮非常多的不同的族群 有不同的族群有不同的文化的信仰 所以我希望大家來體驗像台灣這種多元文化的小型聯合國 以及台灣這塊土地上面有非常多的人文歷史跟地理 大家來體驗 以及我們現在最主要的帶大家去體驗的就是 大家媽祖繞進鏡像的一個活動 然後這過程中間可以告訴你 你走的任何的每一個路 它是屬於他自己的特別的意義跟感動 或是每個人走在這個方向的時候 他都有帶著屬於自己的故事在裡面 以及在生活方面 在這段路程中最特別的 所謂的人以民以食為天 但是在這段路的過程中 在沿途的居民都用最豐盛的方式來提供食物 來讓你來享受在當地的美食 藉由美食來記錄這一段的旅程 就是也是特別的焦點在這個特色在裡面 以及這個過程中間 除了吃 但是最重要就是要好好地去休息 養足每天的體力 才有辦法走後面的所有的道路 所以怎麼的休息方法也很特別 像大家可能只要能想得到的部分 怎麼休息我可能都睡過 例如說我睡過公園 我睡過體育館 最重要的特別是我睡過廟裡神尊的旁邊 對都是我睡覺過 很多地方只要大家能想得到 其實我都睡過 但是這個過程中就是有點像是 講不好的就是很像流浪康的生活 但是這個過程中因為每個人都在你旁邊 其實都不會有像有不一樣的陌生感 就覺得大家都是像是一個 同樣共同的來體驗的過程 聽說你連續走好幾年了是不是 是的 我已經今年是走第五年的全程 把它走完了 那每一年走都會有不同的感受 不同的心情嗎 是的 因為假如說像第一年 第一年真的是懵懂 懵懂剛起步的小朋友的樣子 然後很多東西真的是準備不足 所以第一年真的是吃了非常多苦頭 就是準備的裝備不足就是 對 跟體力上面的心態調整 真的是沒有調整到一個非常好的狀態 所以吃了非常多 例如說馬上就是腳會起水泡 或者是一些肌肉上面的痠痛 馬上就會展現出來 然後第二年其實後面就 開始慢慢已經調適到這段路程上面 有什麼樣的路程怎麼去移動 會對自己身體最舒服 所以開始找這段路程所有的美食點 去打聽所有的美食 然後第三年 打聽完了 第二年打聽完所有的美食 我們去尋找這個美食 去想辦法去吃到這個美食 去用嘴巴 去用味蕾去記錄這段路 然後第三年 第四年之後 我們去體驗這過程中 人跟人之間的感情交流 或是為什麼每個人會來走這段路 這段路可能每年都有 將近五百萬的台灣民眾 或是外國朋友來體驗 他們為什麼來走 我們想要去了解 每個人走這段路的後面的目標 跟他後面的故事是什麼 然後第五年我們今天就是想要帶著大家 把美食啦 文化是各的感受的時候 告訴大家之後 來開始 讓大家去尋找這中間的特別的特色 或是屬於自己走這段路的這些小故事 對 這個每一年跟你走的這些羅浮童軍 他們大概心裡 他們有沒有所謂的這個一些 他們的需求 或者是他們的一個信仰 或者是單純的這個 就是興趣跟你走 我相信每個人都有跟著走的一個理由 對不對 是的 沒錯 因為每個人可能第一年就覺得 好像每一年都在走 就變成 這是一個文化流行 一個文化流行 想來追逐這樣的流行 然後來體驗 後來就覺得 走完第一天走完第二天 可能有些夥伴其實就開始覺得 好像沒有走完 其實有點可惜 就開始後面後面的就是 自己偷偷多加一天 多多加再兩天 他們本來只是要來體驗一兩天 對對對 就可能就 在過程中非常找到很多有趣的 好玩的 或是找到自己覺得 這是一個美食 或是當初自己這邊走這段路 或是時候 或是每天騎摩 或是經過這段路 怎麼沒有發現的這些美食 就覺得想要繼續的研究 或是想要繼續走下去 那中倫走了五年 應該對這個當初整個起源 應該是非常熟悉 是不是幫我們介紹一下 當初為什麼會衍生出 這樣的一條路線 這個從大甲走到這個北港這樣子 呃 這是其實 早年其實是因為要到 大甲鎮南宮是因為要到北港 大陸去做進香 每十六年會有一次 但是因為在日治時期的時候 因為有海進政策 或者是大陸那邊其實還是在清朝的時候 有一個封海政策 所以沒辦法到大陸去做進香 因此呢 他們就在過程中也要找到像台灣有像大陸一樣有可以有 呃聖父母殿的這樣子的廟宇 最後要找到北港朝天宮 但是在過程中間每年都有這樣子走 但是在30年前因為一些的美麗的誤會 所以現在走到的是新港奉天宮 奉天宮去 對 所以早年都是走八天七夜 因為到新港奉天宮 戊土多了一點點從雲林走到嘉義 所以又多了一天 所以簡單講就是這個媽祖 他等於他的分身要回去他的本尊就對了 呃可以這麼說 就是其實他是為了要祝壽 但是也是想要讓媽祖回去見見自己的父母親 那所以想要也是 因為媽祖本身的所有的故事都是以孝道為主 是 所以也想要讓媽祖回去見到自己的父母親做進孝道 所以想要所有這樣子的過程 好謝謝我們的這個召集人吳宗倫 好謝謝團長